以6600万元天价保释金文明的中半岛富家女 被控谋杀前男友格林一案 尘埃落定 圣马雕县地检官遗憾地表示 至此 无人为格林之死担责 基本案两名主犯 一人无罪释放 一人留审后控方撤诉获释之后 承认弃尸的从犯亚德拉 十号也在宣判后获准出狱 死者家属在庭上痛臣被告的罪行 被告律师称当事人深感愧疚 有消息称亚德拉姓名证件均为伪造 为非法移民 亚德拉在获释后立即被国土安全部官员带走 李凡尼被控近四年前伙同时任男友谋杀前任 争夺两名幼女的抚养权 案件审理期间 幼女由祖母与外祖母共同照料 但十一月 李凡尼无罪获释后 便提请要回女儿的抚养权 格林母亲卡德在庭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已与李凡尼达成协议 将两名孙女的监护权交还李凡尼 卡德每月只有一个周末可以探视孙女 刑事案件终结后 死者母亲卡德与 李凡尼的民事诉讼案件正在进行中 李凡尼的民事诉讼案件正在进行中